人间佛教思想专题 5410位订阅者 第一堂课人间佛教的修行观 阅读资料 佛陀教法思想之根本宗旨是献法乐 后是乐 就近乐之辩证统一 杂阿含经 意理辩证之一 http冒号双斜线fc.org 杂阿含经 求证释迦牧尼佛之教法思想 佛陀的教法思想 从本质上看 可以说是为众生 为人类探求幸福之道的学问 从特征的角度研 佛陀为众生 为人类所探求的幸福之道 则是能对人类献法乐 后是乐及就近乐问题 加以辩证考量的一种幸福之道 0点请听学者的对话 2点核位修行 成功让教授 19点25分修行的正确观念 星宝和尚 37比40现法乐 后是乐 就近乐的辩证统一成功让教授 53比21学佛是生命最好的投资 星宝和尚 警号人间佛教思想时堂可 警号星宝和尚 警号成功让 警号修行观 警号现世乐 警号后世乐 警号就近乐 警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 字幕记录 0点07分 你认识人间佛教妈 一场学者与行者的对话即将展开 0点26分 你认识人间佛教妈 请听学者与行者的对话 0点32分 星宝和尚 陈教授以及所有线上的朋友 大家吉祥晚上好 0点39分 今天是我们人间佛教思想时堂课的第一堂课人间佛教的修行观 0点47分 我们邀请到佛光山寺住持星宝和尚 星宝和尚的开示充满了浓浓的法味 0点55分 每次聆听总是让人对佛法心向往之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成功让教授 1点04分 陈教授目前担任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主任 1点10分 同时也是我们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的荣誉教授 1点16分 人间佛教是实践的宗教 修行的宗教佛光山开山新云大师一声推动人间佛教 1点26分 积极地把佛教带给大家让人间有佛教 1点31分 大师主张佛法要生活化简单的说佛法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1点40分 修行就在每一个当下而修行的目的无非是希望能够获得身心的安乐和解脱 1点48分 如何修行获得现世安乐来世安乐乃至究竟解脱的安乐 1点55分 这是我们今天人间佛教修修行观所要探讨的 2点01分 首先我们要邀请成功让教授从理论的角度 2点06分 谈谈人间佛教的修行思想我们欢迎陈教授 2点14分 谢谢妙凡法师我先分享一下这个屏幕 2点24分 特别感谢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妙凡法师的邀请 2点30分 来参加这个2021人间佛教思想试堂课 2点36分 今天也特别荣幸能跟我们尊敬的新宝和尚同堂来交流 2点47分 我们这个课程第一次课跟观众见面的时候 2点53分 大概刚刚过完牛年春节的元宵 3点02分 但是呢我们大家都还会沉浸在浓浓的牛年的春节情绪当中 3点11分 我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来聆听 3点17分 和观看我们这一堂课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 3点23分 在新的一年有新的梦想心想事成 3点28分 妙凡法师邀请我在我这一部分 3点35分 主要是从佛学的角度来谈一谈我们对人间佛教的修行观的看法 3点43分 我想主要谈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想说明 3点50分 从我的研究和理解我觉得我们佛教的传统 3点57分 是非常深入的高度的关注人生修行的问题 4点05分 人生修持的问题那什么是修持修持简单的讲究是 4点11分 我们把佛教的思想、智慧、价值和认识能够体质于我们个人的身心 4 19 厌之于我们个人的生活并且要让我们这样的一个行持 4点25分 成为我们个人人生密不可分和有本质意义的一部分 4点30分 这就是佛教所谓的修持我们大家知道 4点35分 佛教是在公元前1000年的中叶发源于古代的印度 4点41分 我们的佛教从一开始就高度的关注人生的苦乐和解脱的问题 4点49分 所以佛教可以说一直以来就具有重视个人修行的这么一种特殊的精神 4点57分 我们中华文化也同样高度关注人生行持的问题 5点03分 我们先秦时候 礼记里面非常有名的中庸 开头就讲 5点09分 天命之位姓率姓之位到修道之位教 5点15分 所以说中华文化传统是同样高度的关注和重视人生的修持问题 5点29分 所以受到了佛教的传统和中华文化传统双面的影响 5点35分 所以我们中国的佛教特别重视修持 我经常听到有朋友在议论 5点42分 你最近干什么去了 我最近去学佛教去了 哦你去修行去了 5点48分 这样的对话我常常听到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在很多人心目中 5点53分 特别是很多佛教徒的心目中 他基本上把信佛、学佛理解为 6点 就是进行一种修持 所以我要想从佛学的角度表达的第一个意思 6点06分 就是我们的佛教有高度重视人生修持、人生修行的传统 6点16分 就像我们妙凡法师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设计这一个人间佛教十堂课 6点24分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第一堂课就要讲修持观、修行观 6点29分 这说明了人间佛教同样也是继承了佛教重视修行的优良的传统 6点39分 这是我要跟大家表达的第一个看法 那么第二个看法 6点45分 我想我们要怎么样理解佛教的修行 我觉得要从内容上来理解佛教的修持 6点56分 我觉得我们可以包括要从狭义的层面来理解佛教的修持 7点01分 也要从广义的层面来理解佛教的修持 那么什么是狭义的层面来理解佛教的修持 7点08分 在原始佛教和不派佛教所谓的修持 7点13分 狭义意义上的修持其实就是界定会三学中的定学 7点20分 在大乘佛教我们的佛教从原始佛教 不派佛教 7点26分 发展到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讲的六度四摄里面的第五度 7点34分 净律波罗密多就是大乘佛教讲的修持这是狭义的 7 从广义上来讲原始佛教的界定会三学都是修持 7点46分 大乘佛教的六度四摄也都是修持 所以我们要把狭义的和广义的修持 7点56分 都要理解为是佛教所提倡的修行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重视狭义上的修持 8点02分 而不重视广义上的佛教讲的修行 九而九知法九则身比 8点08分 我们就有可能把佛教的修行理解得非常偏狭 8点14分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重视广义上的佛教的修持 8点19分 而不能落实到比较专门意义上的佛教的修持 打个比方 8点24分 就好比是银行的出纳员 他天天替别人数钱 8点30分 但是跟他自己没有关系 所以这教师之余散了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意思 8点37分 我要讲的第三个意思就是什么是佛教理解的 8点42分 佛教理论和实践所重视的人生修持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 8点49分 佛教所理解的修持一定是在正法的光明引导下的修持 8点55分 是在正法的智慧所浇灌下的修持在这我想到了新云大师 9点04分 过去曾经在一篇讲演里把我们的佛教分成了 9点09分 正性 迷性 不性 和 邪性 这四个层次 9点15分 他老人家曾经 他老人家曾经讲 邪性 不如 不性 不性 不如 迷性 迷性 不如 正性 我最近也体会大师这个话 9点26分 我非常同意大师这个话我尝试着把佛教的信仰区分为超性 正性 迷性 和 邪性 9点35分 这四个层次所以我想在大师所提供的这样一个讲法里 9点41分 非常强调的就是用正性的精神也就是正法的光明正法的智慧 9点48分 来理解佛教的人生修持这一点在早期 9点53分 从释迦牧尼佛就特别的重视我们看 阿含经典就知道释迦牧尼佛曾经对他那个时代理 10点 婆罗门教和外道门很多的修持手法比方说一个人站在地上 10点07分 常常的举起手一天24个小时都举起手或者有人对着太阳 10点13分 随着太阳转动自己的身体一天24小时都在转动甚至每天多次的用水来浇灌自己 10点23分 等等的做法是迦牧尼佛都表示不太赞成那么到了大乘佛教 10点29分 例如大涅槃经他对种种的很不恰当的修持方法 10点34分 一直有很多的批评所以到了明代有一部佛教的词典教三藏法术 10点42分 他就把这个不如理的佛教的修持概括为是六种外道的修持法 10 49 比方自饿天天饿肚子甚至有人说这是功夫我也可以一个月不吃饭两个月不吃饭 10点57分 头冤就把自己放到冰冷的寒水里面去浸泡复火 11点03分 那就是把自己放到熊熊的烈火 11点08分 或者烈火燃烧以后的灰烬里来自烤还有一年四季都在野外静坐 11点19分 还有不说话一天不说话一个月不说话甚至一年不说话多少年不说话 11点25分 最后甚至把我们认为是狗牛 11点31分 比方牛是吃草的那我们就又过上狗和牛一类的动物的生活 11点38分 用那种方式来修持这叫六种外道 11点46分 我们可以看到从星云大师的讲法我们一直看到释迦摩尼佛 11点51分 我们看到大涅槃经一直看到明代学佛教的法师们学者们 11点57分 对佛教修持方法的这么一个概括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强调一种正法的精神 12点04分 那我重点要讲最后一个意思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讲的人间佛教 现代人间佛教 12点14分 要追求献法乐 后世乐 就静乐的辩证的统一 12点20分 追求献法乐 后世乐 就静乐的辩证的统一应该是人间佛教的修持精神 12点27分 什么是献法乐呢 献法的乐 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现世的幸福 12点36分 我们古今中外的人都追求现世的幸福 现实的幸福 12点44分 在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在哲学上借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个术语 12点51分 它是人类普遍的一个必然的要求 我们中国古代先秦的一部古书 12点58分 上书红范 终究提出五福的概念 我们追求长寿 13点04分 我们追求富贵 我们追求家庭平安和谐 13点10分 我们追求道德 我们追求善实善终 13点16分 这些都是五福 五福所提现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献法了 13点23分 那么什么是后世乐呢 后世乐就是指我们人类总是以某种方式 13点30分 来期待生命在现世之后会以某种方式延续并且我们延续的后世生命 13点37分 同样期待幸福这样的要求我们就叫后世乐 13点43分 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教已经有很精致的轮回学说 13点48分 反映了人类对后世的存在 及后世乐的一种设想 13点55分 古代西伯来的宗教有明确的灵魂理论有灵肉二元的结构 14点 并且有末日审判的学说它也是典型的后世存在 14点07分 即后世快乐的一种文化意识我们的佛教一方面讲世俗地 14 18 一方面讲圣异地在世俗地的意义上讲也就是在随顺世俗的意义上讲 14点25分 佛教重拾了亚利安鲜明的轮回说从圣异地的角度讲 14点32分 佛教主张非断非常所以佛法也贡献了一种我们对后世的存在 14点39分 以及后世的快乐后世幸福的一种理解方式 14点47分 我们举婆罗门教西伯来宗教和佛教就可以看出 14点55分 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中华文明追求不朽 15点01分 所以中华文明在先情之前就有三不朽的说法 15点06分 人死后应该有不朽的东西拿几样东西使得我们生命可以不朽呢 15点13分 立德、立功、立言 15点19分 我们道德上的成长 我们在事业上的成长 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长 15点27分 叫立德、立功、立言 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15点34分 曾经用3W来概括我们的三不朽 他把立德翻译成Worth 15点42分 立功 他翻成Worth 立言 他翻成Worth 所以三个词语都是以W开头 15点48分 这就是中国古文的立德、立功、立言 所以我们中华文化也对以追求不朽的方式 15点57分 来体现对后世生活的理解 当然最重要的佛教讲 究竟乐 16点03分 什么叫就近乐 就近乐 就是无上正确圆满的幸福 16点08分 那么在佛教的思想史上有解脱、涅槃、离苦得乐、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这些概念 16点15分 也都在表达这样一种超越日常生活 16点21分 超越时间维度的一种幸福 16点28分 这样一种幸福就叫就近的幸福 有些朋友可能认为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16点35分 是不是仅仅是大乘佛教的概念 我长期研究大乘佛教 16点41分 也研究原始佛教我们可以看到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这个概念是从杂阿含经一直延续到大乘佛教 16点51分 区别仅仅是古代的原始佛教和布派佛教认为 16点57分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所体现的就近乐只有佛陀一个人可以体会到 17点03分 那些伟大的阿罗汉甚至很难体会到但是到了大乘佛教就认为 17点09分 一切众生都可以体会到这种就近的幸福 17点15分 所以说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这个概念是比较准确的前后一贯的 17点21分 代表佛教对于就近乐的一个思想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这个概念 17点28分 其实讲三个意思第一个无上亦没有什么比他更高 17 34 这样一种幸福第二个正确亦因为很多幸福不一定正确 17点40分 但是这种幸福是正确是符合真理第三个圆满亦 17点45分 这个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是最高的幸福 17点50分 所以佛教所讲的就近乐要有三个含义就是无上亦、正确亦、圆满亦 17点59分 我们的人间佛教、现代人间佛教是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佛法真正精神的一个圆满的继承 18点10分 何在现代的落实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谈到人间佛教的修持的理论的时候 18点17分 我觉得追求宪法乐、后世乐、就近乐的辩证统一 18点23分 应该体现了人间佛教的修持精神 谢谢主持人刚刚从陈教授的内容里面 18点30分 我们了解佛教是一个重视修持的宗教 而且这个修持是透过正法来引导的修持 18点39分 陈教授也帮我们理清了所谓狭义的修持是重视界定会里面的定学 18点46分 广义的修持则是包含界定会三学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18点53分 如果太过苦行那就是虐待自己不是修行 18点58分 当然也不是放纵欲望所以修行如何不偏不倚在中道上呢 19点04分 这是我们大家必须去检视跟反省的陈教授也把我们理清了 19点10分 现是乐后是乐乃至是就近解脱乐的定义 19点16分 让我们进一步的整体的从理论的思想上面了解所谓的修持 19点22分 或者是修行的定义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保和尚 19点27分 来跟我们谈谈人间佛教的修行观我们有请保和尚 19点37分 大家好 人间佛教其实就如同大师说的 19点48分 人间佛教就是佛教所以我们常讲学佛 19点58分 我们就会想到学佛就是修行了 20点08分 在修行上我们讲生根心这两方面 20点15分 我们也常讲所谓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 20点23分 除此之外也要修正我们内心的观念 20点31分 所以这两方面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20点36分 甚至我们也可以讲我们的观念正确了 20点46分 才可以正确引导我们的行为 20点53分 所以身心两方面我们也常常讲所谓解行并重 21点02分 讲知行合一 21点08分 也譬如在佛陀开示弟子们的成就的时候 21点20分 比如说这个弟子正的虚陀环 司陀汉甚至阿纳汉甚至阿罗汉 21点29分 其实只要我们注意去看这个问题 21点36分 我们会发现你要进入到所谓的入流 21 42 进入到圣贤的阶位 须陀环 21点49分 基本上都是先从理论的正确去成就 21点57分 比如说他对佛法不会怀疑了他真正了解修行的方法了 22点04分 他真的把无我的理念已经体验了 22点13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禅宗常常讲所谓误后起修 22点21分 就是说当我们道理都完全懂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误道之后 22点28分 22点28分 你才能够用很正确的观念 正见正念来带动我们的身口意 22点39分 在这个时候呢对修行而言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开始 22点47分 所以我们常讲误后起修 因此这个理论相对而言也很重要 22点59分 因为你理论不懂你的修行还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讲 忙修瞎恋 23点07分 甚至浪费很多时间就像陈教授还有讲到 23点13分 当初很多其他的宗教所做的种种苦行 其实对解脱一点帮助都没有 23点22分 只是增加自己身体的受苦也没有什么意义 23点30分 所以应该讲在修行之前我们先要把理论了解 23点39分 以佛陀当时而言基本上就是通过修行来灭除我们的烦恼 23点50分 我们常讲要灭除老病死 23点55分 让老病死不要成为我们的痛苦不要成为我们的烦恼 24点02分 这一点其实与佛陀舍弃王位去修行 24点10分 我觉得佛陀看到人世间确实有这个实际的状况 24点18分 所谓老病死生所谓生老病死 这完全不只是理论 24点24分 因为生老病死跟我们习习相关每个人都一样 24点30分 甚至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例外 24点35分 这一点我想佛陀他体验得的很深刻 24点41分 所以他觉得去修行比当国王还更有价值 24点50分 还更殊胜因为你虽然富贵一世 24点55分 但是终究还是流转还是老病死身甚至佛教常讲 苦海无边 25比06 所以在修行这方面佛陀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25比16 怎么样去灭老病死呢 25比21 我们先从正确的观念来讲 25比28 比如说佛陀在《杂阿含经》一开始讲五蕴的时候 25比35 佛陀一开始就讲所谓面对五蕴我们要起无常观 25比45 甚至佛陀讲 无常就是正观 25比50 也就是对世间而言无常就是一个如实的道理 25比57 不管过去不管现在乃至未来 26比03 都是一样这个叫真理 所以我们也可以讲 若佛出世 若佛不出世 26 10 法著法界 法而如是 它的道理就是这样子 26比15 不管你懂或不懂世间就是无常 不管佛陀有讲没讲 26比22 世间还是无常 这个无常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世间幻化 世间变化 26比35 甚至我们讲世间无时无刻 都在变异 26比41 都在其变化当中 所以如果这个道理我们懂的话 26比47 佛陀还会再继续提醒我们说 26比53 你了解无常 你了解无常你慢慢的就会体验到无我 26比59 因为一切都无常嘛 所以你控制不了 非我所 不是我的 27比07 慢慢的你会体验到这个层次叫做无我的观念 27比14 有无常 有无常无我作为基础 27比20 我们才来讲涅槃也就是解脱 27比26 涅槃是世间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27比33 叫做涅槃第一乐 我们修行应该用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去面对 27比42 因为修行就是要让你快乐 要让你法喜就像大师一直提醒我们要欢喜 27比50 欢喜在佛教讲就是法喜你真正去除烦恼 28比00 烦恼当然很多基本讲 贪 甜 吃 比如说你的心不贪 28比05 你很知足知足的人一定快乐 你不甜恨 心很平静 28比13 平静的人也是很快乐的 你有智慧的人不愚痴 28比20 所以他明白世间他也很快乐 所以只要贪甜吃不深 28比27 甚至我们讲贪甜吃永静这个叫涅槃 28比32 我们讲真正的达到解脱 28比39 人间佛教其实跟2600多年前佛陀所讲的道理都完全一样 28比49 比如说大师讲修行在人间 28比56 成道在人间我们也可以讲人间就是生活 29比03 谁都离不开人间谁也离不开生活什么是生活呢 29比10 不就是人耳鼻舌生意吗 不就是色身香味处罚吗 29比18 完全离不开所以烦恼从哪里生呢 29比23 从六根接触到六成的时候 29比28 这个时候烦恼就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不喜欢 29比34 不喜欢烦恼就来了 听到什么话不欢喜 29比39 痛苦就来了 所以就在生活里面 29比45 在六根六成当中也就是说 29比51 在生活里面我们去注意我们的六根乃至六成 29比56 好好的去注意它 30比0 比如说你生起不好的想法因为人在烦恼的时候 30比10 去观察自己很多想法都是不对的或是跟烦恼相应的 30 17 一个是想法一个是感受就是受跟想与我们都是息息相关 30比25 所以刚才讲到这个无常其实就可以用在这上面你虽然有感受 30比31 你虽然有想法但是你不要忘了它不是永远那样子 30比38 它会变因缘一道 30比43 或是说人是以前的时候它就变了 30比48 甚至我们只要有正念正见正性 30比56 烦恼也就会消失 31比02 在生活里应该讲是非常实用 31比14 佛陀除了讲无常 无我 31比20 慢慢的我们就把无常 31比25 无我看成是一种对空的体验 而这个空就是要在生活里去体验 31比33 所以我们常讲你悟到了你悟到了空性 31比39 你知道空是无常性烦恼生起的时候你就知道 31比47 它现在虽然是这样等一下可能又会改变 31比52 甚至如同大师讲的无常有积极性就是会越变越好 32比01 所以我们就要让心中记住很多很多的佛法 32比07 比如说你有慈悲你会越变越好你有忍辱 32比13 你真的会越变越好你有精进你有禅定你有智慧 32比19 我们会越来越好所以无常其实有积极性 32比26 再加上对无我有深刻认知的话 32比33 我想在现世来讲 32比39 以佛陀的教义来说现世你可以解脱 32比47 我想这个就是佛法只要你一学佛基本上你就会快乐 32比55 所以你今天快乐让烦恼不再升起 33比03 很自然的你明天还是快乐以现世来讲 33比11 我觉得佛法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正向的力量 33比19 所以今世快乐这种快乐是会延续到后世 33比27 甚至明天因为我觉得学佛有一点很重要 33比35 就是我们要肯定生命是轮转是轮回的 33比42 所以在不派佛教的说一切有不就直接讲 33是十有法体很长 33比53 只要我们肯定我们肯定我们有未来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很努力很努力 34比02 不管是不失 不管是精进 禅定 智慧还是忍辱 34比08 一定会很努力 一定会很努力因为它跟你的未来有关系系甚至跟你的现在有关系 34比15 所以透过正确的真理的了解 34比21 再加上我们去修行就是大师讲的所谓的行佛 34比28 所以身心只要跟佛法相应我们真的会现世乐 后世乐 34 39 甚至就静乐就静乐 当然 以阿罗汉来讲 34比46 他是就静解脱的 34比51 因为他贪甜吃永静不会再生起烦恼只要不生起烦恼他就是快乐的 34比58 所以他基本上也有这种就静乐的功德所在 35比05 当然以我们常讲的各菩萨行来说 35比13 他要所达到的就是成就佛道 35比23 所以不管是南传 北传都一样讲无上正等正觉 35比29 所谓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因为佛毕竟跟阿罗汉不一样 35比36 比如说佛有实力 阿罗汉不见得有佛是自觉的 35比43 但是阿罗汉可能要听闻佛的开示 35比48 他才会有所觉悟所以佛还是还是最圆满的 35比55 所以我们如果在修行上在目标的方向 36比01 我们就是以佛道当位我们的引导的话 36比07 我想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努力在不管是生活 不管在人与人 人与世之间 36比18 都尽量用佛法去清净我们讲 精进半道 36比24 谢谢大家 谢谢好 谢谢宝和尚 36比29 宝和尚刚刚的内容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重点 第一个宝和尚提醒我们必须建立正确的观念 36比37 修行包含了行为也包含了观念的建立 36比43 有好的观念才能够引导行为行为来落实观念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36比49 解形并重 知形合一 第二个我们必须要正思维了解烦恼的起源 36比56 乃至如何来超越解脱烦恼宝和尚从无常无我引导我们去做思考 37比05 进入所谓的修行第一乐涅盘了解这些观念之后 37比11 进行内化跟思维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 37比16 如何在生活里面落实修行 也就是在我们的六根面对六成十 37比22 如何实时观照无常无我空的道理 37比27 在佛法的帮助之下 在无常流动变化的世间 这一切都会都因为我们的慈悲喜舍舍与人为善 37比37 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们谢谢宝和尚接下来我要请陈教授来跟我们谈谈 37比45 如何在重视现世乐的同时也能够完成后世乐和旧静乐的解脱 37比54 我们有请陈教授 37比59 刚才听我们宝和尚讲 38比07 大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实际上是旧式佛教 38比12 这一点非常的好 38比18 非常符合现代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 38比24 我们讲到了修持观 讲到人间佛教的修持观 38 30 他要跟佛教的整体精神尤其是要跟佛教的价值观要有一个整合 38比39 那就是我们这一讲所讲到宪法乐 后世乐与旧静乐的辩证的统一 38比45 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表达我们的现代人间佛教跟传统佛教之间的关系 38比56 现在人间佛教跟传统佛教并不是两回事 两样东西 39比04 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大师讲的现在人间佛教就是佛教 39比09 也就是刚才宝和尚讲的这样一个理念 39比15 宪法乐和后世乐与旧静乐的辩证统一的想法 理念 39比23 是我前几年写作的一篇文章在这文章里产发的 39比37 理解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难度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不是太正确的话 39比46 很有可能对这样一个课题里面会产生误会 39比51 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澄清 39比57 第一个我们之所以强调宪法乐后世乐和旧静乐 40比06 都是佛教的价值观里一个重要的部分 40比13 我们从学理上按照我们刚才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40比19 宪法乐就是现在式的幸福我们能够放弃现在式的幸福 40比26 而追求后世的幸福和追求究竟的幸福恐怕有时候我们一个人 40比33 也许是可以做到但是从整个人类的角度宪法乐一定是非常合理的非常必要的部分 40比43 同样后世乐 我们能够舍弃掉后世乐 40比49 来谈佛教的价值 谈佛教的修持吗 这也是很困难 40比55 因为如果否弃掉后世乐在佛教来看就是一种断灭外道 41比02 更何况就近乐就近乐是佛教最终的目标佛教价值观里最重的地方 41比08 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一个意思就谈到宪法乐 后世乐与就近乐的辩证的统一的时候 41比17 首先要强调的就是这三种幸福都是我们人类的幸福里面必不可少的部分 41比27 所以说它也是人间佛教应该倡导的对于三者都有所倡导 41比35 所以我们讨论人间佛教的价值只去讨论人间佛教的修持观的时候 41比41 首先不要把宪法乐、后世乐和就近乐中的任何一个幸福简单的加以抛弃 41比50 这是我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 宪法乐、后世乐、就近乐 41比56 代表了三种方向有所不同的价值 而这三种方向有所不同的价值 42比03 又恰恰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个体 42比09 一个完整的人类他的人生价值的一种整合 42 18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最好是三种价值的有机整合 42比25 才构成人类价值的整体 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地对这三种幸福有所偏废 42比33 或者有所宣制比方我们可能会说 宪法乐最重要 42比38 后世乐、就近乐不是太重要 这并不符合佛教 如果我们要说 后世乐最重要 42比45 宪法乐和就近乐并不太重要 这也是不符合佛教 42比50 如果我们要说 就近乐很重要 我们要把宪法乐和后世乐都放到很低的层次 42比57 这是不是符合佛教呢 我个人认为只要三者的关系 没有一个很有机的整合 合理的整合 43比05 它可能有所偏废或有所宣制 它都不能体现完整的佛教的价值 43比13 第三点 我想献法乐和后世乐是我们人类幸福的基础 43比21 而究竟乐是人类幸福的提升 那么看看什么叫基础 43比28 什么叫提升 基础 只有参考 提升 的时候 43比33 它才是基础 同样的道理 提升 如果不是针对 基础 43比39 也无所谓提升 所以说 基础 和 提升 之间应该有所关联 43比46 又有所区别 这是我要谈的第三个意思 第四个意思 43比51 我们现在提出现法乐 后世乐 就近乐的辩证统一的问题 44比00 其实它并不是是我们今天的发明 其实在佛教的经典里 44比07 有些地方重点谈到了现法乐 有些地方重点谈到了后世乐 44比14 有的地方重点谈到了就近乐 而且佛教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44比21 就是所谓的对基说法 针对不同的听法的对象 44比27 它会讲说不同层次的佛法 44比33 后来的佛教 后世的佛教随着佛教逐渐逐渐离开了 释迦牟尼佛的时代 44比44 法九则身必后来的人们往往对一个统一的 圆满的佛法内容 44比53 它会有所偏重所以我们回到原始佛教 45比01 比方说我们在原始佛教杂阿含经里面就可以看到 45比06 释迦牟尼佛非常认真地回答听众 45比12 什么是宪法的安 什么是宪法乐如何实现宪法安 如何实现宪法乐 45比20 所谓的宪法安 宪法乐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法乐 45比25 释迦牟尼佛提出四个原则 一个原则就是要有具足方便 45比35 所谓具足方便就是要有正当的职业 45比41 并且在正当的职业里要精益求精的进行训练 45 47 这是一个献世乐的重要原则 第二个释迦牟尼佛讲 45比53 要具足保护就是我们不仅要有正前的 45比59 震荡人生的这样一种能力而且我们要有保护我们的财富 46比06 保护我们人生的能力这叫守护具足 第三个 46比11 释迦牟尼佛讲要善知识具足我们要想保证现世的幸福 46比18 我们要有良师意有要有在知识上在道德上 46比25 在真理上能够提升我们的朋友第四个释迦牟尼佛说还要有正命 46比32 正当的生活方式他尤其强调了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做到财富的收支平衡 46比42 是保持一个现世幸福的重要原则所以怎么样得到宪法乐 46比49 释迦牟尼佛提出了四个原则怎么样得到后世乐呢 46比54 释迦牟尼佛又提到了另外四个原则那就叫具足信仰要有信仰 47比0 第二个要具足戒律要守戒律 47比08 要有基本的道德要遵守基本的法律 第三个 47比13 要具足不失一个人要有慈悲之心 47比19 要能够帮助社会回馈社会第四个要具足智慧 47比25 要对真理的体系要对圣贤所实证的真理的体系 47比32 要有所把握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如何做到后世的幸福 47比38 他提出了四个原则如何得到究竟乐呢 整个佛教的经典 47比44 可以说讲的最多的部分都是在讲究竟乐 47比49 从原始佛教四念处 四正断 四正情 五根 五立 七觉知 八正道 47比57 无意不是讲如何实现究竟乐的修持 48比04 大乘佛教讲的六度也好 十度也罢 四无量心也罢 四摄也罢 48比11 无非讲的都是如何实现究竟乐 所以我们从这些原始佛教里 48比19 释迦牟尼佛的教会和整个佛教思想贯穿来看 48比25 我认为佛教是极重视献法乐 后世乐 48比32 又重视究竟乐 他希望的是我们要有智慧 48比37 要把献法乐 后世乐 就竟乐 看成是我们人生的三个不同的层面 48比49 特别说一点 首先献法乐 后世乐 就竟乐 属于不同的人生层面 48比57 所以相应的修持之道也有所不同 刚才我们举了释迦牟尼佛自个的例子 49比04 就说明了献法乐就是要有正当的职业 要有守护财富的能力 49比12 要有善知识 49比18 要有正确的生活方式 我们现在呢 如果我们放到现在人间佛教 49 24 比方说我们想有财富 我们想要有健康的身体 49比31 我记得星云大师曾经在一个讲座里讲过 49比37 财富有财富的因果 健康有健康的因果 其实大师这个讲法 49比43 我今天回味起来它恰好符合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的 献法乐有献法乐的四条原则 49比51 后世乐有后世乐的四条原则 究竟乐有究竟乐的修持和原则 49比58 所以这个由因道果 50比04 现在借用为实学的术语这叫 因缘 所以献法乐有献法乐相应的修持方法 50比14 后世乐有后世乐相应的修持方法 究竟乐有究竟乐相应的修持方法 50比20 我们不能把因果之间错乱比方说 我们学佛了 为什么我家里的财富不增加呀 50比29 那你是把因果弄错了财富属于献法乐 献法乐有献法乐的原则 50比36 第二条 我们这样说又不意味着献法乐 后世乐何究竟乐 50比42 是完全脱离不适的献法乐 后世乐何究竟乐 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50比49 它是人生里三个有密切关系的我们人生的层面 50比55 所以我们在献法乐中的修持有可能会增进我们的后世乐 51比03 也有可能增进我们的究竟乐 同样的道理我们面对就竟乐的修持 51比09 也可能会促进我们的献法乐 会促进我们的后世乐 51比18 借用为实学的原则 这就叫增上缘 51比23 所以我们为就竟乐而修持 我们有可能会带来我们现世乐和后世乐的提升 51比34 这是完全可能的 这叫增上缘 所以我们不能弄错了 51比39 增上缘如果我们弄错了 违背了它 它很可能起到的不是积极的效果 51比46 而是反面的效果 这也是有可能 比方说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51比52 正法原则下的修持假定我们强调自恶 51比57 这叫自恶外道 我们一个月不吃饭 两个月不吃饭 甚至半年不吃饭 52比04 我们有可能做到 这是有功夫的 但是很有可能这样的修持 52比10 即有可能最后让我们的色身失去健康 而一旦我们的色身失去健康以后 52比17 我们要追求就近了就没有了依托 所以这种不正确的修持 52比24 有可能会起到反面的增上 这就是宪法了 后是了 就近了的统一 52比34 刚才我们主持人 后是了 后是了 就近了是一体三面互为因果 53比00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修行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幸福跟安乐 那么宪法乐是人类幸福的基础 53比08 同时也是后是乐 就近了的基础 就近了则是现世乐和后是乐的提升 53比16 所以这三者非常的重要互相都必须关照到 53比21 接下来我们请保和尚也就这个题目来跟我们谈谈 53比26 怎么样在现世乐的同时也照顾后是乐跟就近了我们有请保和尚 53比36 谢谢佛教讲三计 53比43 过去 现在 还有未来 53比49 这个可以说是时间上的一种相续性 53比57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过去跟现在不一样 54比04 但是过去跟现在有一个相续性 54比11 甚至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 54比17 又继续影响无限的未来所以过去 现在 未来 54比25 这三者的关系我常常用昨天 今天跟明天来做辟语 54比37 这样应该大家会比较容易了解 54比43 因为这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当然 54比49 我们学佛以就近义来说 54比56 我们学佛以就近义来说 就是要法喜 要安乐甚至我们讲解脱 55比02 甚至讲成就佛道这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55比11 而这种快乐我们称为法喜 55比17 所以佛法里面常说 法喜充满 真的很快乐的意思 55比23 这中间当然要具备些条件 就是前面讲过的不要生起烦恼 55比30 所以在佛陀的时代也尽量要把贪 甜 吃给去掉 55比43 你不去掉的话 它一样会影响无限的未来 55比48 所以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在佛教讲12因缘 55比57 12因缘中过去的当然已经过去了 56比04 但12因缘也跟我们讲了一个道理 56比59 56比09 就是32重因果的关系 56比14 所谓过去的因 所谓过去的因 现在的果现在的因 56比20 未来的果12因缘可以说 56比27 佛陀佛陀在提醒我们 佛陀在提醒我们以我们的现在 56比37 由6 由6跟接触外 6乘 56比42 所以在12因缘也讲到这个 触 有接触 56比49 你就有感受了看到的 听到的 想到的 56比55 所以就开始有了感受到底是什么感受呢 喜欢的你就快乐不喜欢的就产生痛苦 57比02 所以就有苦 跟乐 的受 处 受 爱 取 有 57比08 如果我们在接触之后执着这些贪极染灼的话 57比21 后娘佛陀会讲你一定会轮回 57比28 所谓生老死所以这个跟我们的生命很息息相关 57比38 重要的一环如果我们看懂12因缘 57比47 就会很在意今生今世都在做什么 57比53 因为都跟未来有关系佛陀也说在我们今生今世的当下 58比00 我们的受 想 接触都尽量不要跟烦恼相应 58比08 这样一来你后娘就会的解脱甚至是现世的解脱 58比15 所以当我们解脱自在的时候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相应的佛法 58比23 譬如慈悲、包容、忍辱、精进、禅定 58比32 也可以说大师讲的,有佛法就有办法 58比39 可能有些人也会有些疑问,我今生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善事 58比51 真的下辈子会有所感受吗? 58比58 其实在佛陀不管在本身经或是在讲轮回的这些果报上 59比05 其实已经讲的很清楚因为讲6道6道表示说人的生命流转确实有未来 59比15 比如说 比如说天、天的福报很大 福报很大寿命比我们长 59比20 福报比我们大 大身相比我们庄严甚至聪明智慧都超过我们 59比26 所以确实学佛之后你可以升天升天之后 59比32 就会很快乐 就会很快乐因为天上是一个快乐很多的地方 59比39 当然以佛教来讲这不是世间的五欲之乐 59比46 佛教讲 佛教讲法喜、法乐基本上是一种佛法上的一种安乐 59比55 这方面就讲去除烦恼有去除烦恼 1点 我们今生就会快乐因为你没有烦恼你一定快乐 1点08秒 今生快乐下辈子你的烦恼呢因为已经去掉了 1点013秒 下辈子还是不会烦恼一样延续这种法系 1点018秒 继续的自在解脱对我们来说 1点024秒 这是世上最重要的一环所以佛法确实可以说是我生命最好的投资 1点035秒 深深世事我们用佛法来修行甚至我们有福报的话 1点042秒 也要把福报用在修行上这样我们真的会很自在 很解脱 1点050秒 远离痛苦跟烦恼这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1点059秒 最快乐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宝和尚 1点01分04秒 从十二因缘三世两重因果来和我们探讨怎样在受跟想的过程中 1点01分13秒 不要与烦恼相应今天从饱和尚 陈教授的开示集讲说中 1点01分20秒 我们了解要幸福要安乐就要修行就要有佛法今天很感谢宝和尚和尚和陈教授 1点01分27秒 在线上和我们大家分享人间佛教的修行观今天探讨的内容也将刊登在人间佛教学报一文上 1点01分37秒 也就是现在我手上的这一本大家可以上研究院的网站做了解 1点01分44秒 在修行上的每一个步伐只要我们时时刻刻的自觉、检讨、调整、实践 1点01分52秒 我们就能一起建设一个安乐富有的人间净土最后再次感谢宝和尚 1点01分58秒 还有陈教授以及所有线上的朋友我们下个月4月1日再见 1点02分04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